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啦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继续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展示一下 我们上期跟大家进行的一个开箱的一个展示 在里面是我们的一个芭比娃娃 可以看到我们的芭比娃娃里面呢,是拆出了很多的小配件 是从我们这个圣诞日历当中是拆出来的 它是今年2016年最新款的一个圣诞日历 因为我们快要到12月份的圣诞节了嘛 所以我们在这边作为小礼物是拆箱给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女王艾莎给大家呢,做一个T台的酒秀 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的这个衣服和小的鞋子 让我们的艾莎呢,穿上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质感 嗯,不知道你们喜不习惯呢 我觉得我们的艾莎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我们就现在可以先来试一下啦 比如说它在这个套装当中还有它的小梳子 一个呢,是圆梳子,还有一个是这个扁的扁梳 以及呢,它还有一个它自己的礼包盒 礼包盒的里面的话呢,可以放上你自己的一个小宝藏 也可以放上我们的女王艾莎的一些的小的装饰 比如说小的戒指啊,小的头饰啊 哦,现在呢,我们试上我们的艾莎呢,是穿上了一个紧身裙 粉色的小包包,粉色的手包,粉色的高端鞋 以及呢,一双粉色的这个特工眼镜 感觉呢,我根本就再也认不出这个是艾莎啦 我们的艾莎呢,是焕然一新 那么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艾莎呢,是在她的手怀处 加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笔记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艾莎呢,现在是换上了一套银色的装饰 银色的装饰呢,我觉得非常的现代化 也非常的炫酷 感觉呢,就像看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这种的一个小装饰一样 哦,这边还有她的一个银色的腰带 我们还可以把她的银色的腰带呢,放到上面也去试一下 那么我们的艾莎呢,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迷人 从上到下呢,都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和谐的一个银色的装饰 无论是在她的头上的发饰,还是在我们手上的小的一个手包 现在我们是给我们的艾莎呢,换上了一个米白色的 米白色的整个的一个小装饰 是白色的一个腰带 然后在她手上呢,是一个白色的手提包 以及一副白色的项链 还有呢,是在她的脚下是一双白色的冰刀鞋 我觉得这整个这个套装呢,特别的适合于我们艾莎的一个气质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衣服的小套装的话呢 是非常推荐给我们小朋友呢 去把它放给我们的小艾莎小朋友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小手提包 既可以让我们的艾莎把它挂在我们的手上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她的小的手怀处 让它变成了一个小的手夹包 在里面的话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鞋子 我们会给小朋友呢,进行一个鞋子的展示 或者呢,也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换装 换成其他的一个小包包哦 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个脖子上的装饰 我们的这个项链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就是又换了一个其他的一个小项链 就在他脖子有个细细的小绳子 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啦 那么这边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艾莎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好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请网友的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更新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换到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啦 不忘了跟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